Hello 欢迎回来Rebecca的频道 今天是我做完脸的20多天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感觉恢复的还不错 虽然两边还是这边有点肿 而且摸起来是木木的 但我觉得好像也看不大家出来 所以今天呢就小化了一点妆 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开箱视频 这期的产品比较少 只有四样 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让我值得为了它录一期视频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开箱视频吧 那首先呢看我背景上的这只熊熊 这个熊呢是要感谢之前跟我一起合拍视频 我一个好朋友恩庆他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 其实现在距离我生日还有三天呢 我也是提前好几天收到的 它呢是一款Berry Break 1000%繁高自画像款 然后我的好朋友也是自己买了一个 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也送给我一个 我自己也很喜欢 尤其它放在我这个家 我觉得它摆在我国内家真的超级合适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生日礼物 所以我把它邀请给我做这期视频的背景 我把比较重磅的放在最后开 那先开两个预热 就是我之前在上海跟大家说过 我买了两个小箱 说到时候给大家做购物分享 然后购物分享还有很多东西没到 我就想说要不先给大家开这两个 首先呢就是一个小包包 这个小包包的盒子我没有拿回来 因为当时很占地方 这款粉色的这个珠宝链条款 它呢是一个方胖子的包型 但是呢要比经典的方胖子要软塌一些 大家能从这个林格文就能看得出来 经典的方胖子是比较饱满的那种 整个包身呢还是小羊皮的材质 所以说摸起来是非常的软嫩 它前面的双C扣子呢也是做旧的金色 配着这个粉色我觉得特别搭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最出彩的 就是它的链条 我真的超级爱 也是那种复古的感觉 是做旧的金色 然后上面配上一共 好像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颗不同颜色 不同形状的彩色宝石 这个好像是琉璃的一个材质 每一颗的宝石呢 它都是双面的 并且中间拼接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种做旧金色的有林格纹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看得清啊 这个林格亚纹呢 好像也是90年代中古款式的一个复刻设计 这款包包上身背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夏天 无论是配小裙子或者那种白T牛仔裤 都是非常好搭 同款呢还有绿色的 当时我绿色粉色也都是纠结了半天 绿色也特别好看 就我绿色的单品不是那么多 就不是很好搭配 所以说最后我还是决定买了这个粉色 后来去逛街又看到了黄色和黑色 并且也有mini CF的款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包型去选择 那我就很喜欢我这个小粉 是那种肉嘟嘟非常可爱的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容量 方胖子的容量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可观的 再加上它是这种软软的 所以稍微撑一下也OK 那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手机 我这个是iPhone 11 就不是Pro 要比Pro稍微大一点点 那放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女生必备的粉饼口红 然后再加上必备的卡包 另外呢还有钥匙 这些放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对于小包来说呢 放下手机就让我很满意了 这款包包呢也是一共是有三种背法 第一种背法呢就是这样的斜胯 我是1米68的身高 它刚好在我这个小肚子这边 第二种背法呢就不用说了 就是这样斜背 它刚好打在我的胯上 第三种背法呢我就是看网上 他们有这样在这里绕一圈 给它做一个腋下包 其实它这个小财宝这样叠搭起来 还是真的很可爱 然后这样背 我这衣服有点厚啊 像那种胳膊很细瘦瘦的人 或者里面穿一个小吊袋 外面这样斜胯也是非常好看 这个是我第一个开箱的东西 是我最近入了一个 算是比较俏丽的一个小单品 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来自小箱的一个鞋子 这双鞋子呢 我也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 牛仔布的一个小箱的运动鞋 整体呢是一片式的牛仔布料 前面这边有一点点配合的脊皮 它的logo不像以前出的那个香奈儿的旅游鞋 以前都是突出的那种 而它是一片式的 这种黑色到浅灰色的一个牛仔渐变 而且上面这个logo是印上去的 整体显得非常的低调 脚跟这边有一个松紧的设计 穿在脚上觉得后跟那边非常的纤细 第二个很喜欢这双鞋的点呢 是它非常的轻 我觉得上一次我买这么轻的鞋子 就是爱马仕那双运动鞋 这种鞋子穿在脚上 就是那种可以箭步如飞的感觉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第三点呢就是我其实以前呢 不是很喜欢香奈儿的运动鞋 就是觉得它的配色确实很好看 但是它上脚呢 这边感觉很细 而上面很宽 那这双鞋就不会 上脚呢整体感觉都是偏瘦的 当时我是两双一起看的 一个是那个熊猫的配色 就是黑白我也是很喜欢 但是两款上脚 包括当时我男朋友看 他都觉得两款完全不一样 这双鞋就整个纤细型的 那双鞋就感觉有点老爹鞋的那种感觉 宽宽胖胖的 再加上香奈儿的鞋型呢 前面都是一个就是往里收的一个设计 那上面宽宽胖胖 底下小上宽下窄就不是很好看了 这双呢除了黑色还有蓝色也蛮好看的 我看还有那个粉色 其实都蛮好看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装规试一下 然后下一个呢就要开橙色盒子了 其实这个规格的盒子 我觉得懂行的人也能猜得出来是什么 就是一个小小的康康 这款超级可爱 这是我回国收到的第一个爱马仕 其实这个我已经背过好多次了 还假模假式的 给它放在盒子里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黑金Epsom皮的一个Constance 也是我们口中的康康 它也是我第一个爱马仕黑金的配色 其实以前说实在话 我并没有说很中意这个黑金的配色 总觉得金色的扣子显得稍微有一点成熟 我比较偏向于黑银啊或白银 就这种酷酷的搭配 当时我爸问我就是要这个什么扣子的时候 我果断选择黑银 结果没降得过它 他觉得黑银可能就没有黑金好看 最后就选择了这个金 其实我拿到手呢 觉得就很好看 不愧是最经典的搭配 我给大家把这个拿下 我这款呢是Epsom皮 要比Swift的皮或者是Box皮 都更加的耐磨筋造 摸起来呢也会感觉更粗糙一些 其实我个人呢爱马仕三大包里 我还是蛮喜欢康康 因为我觉得它呢是显得最年轻的 并且也比较适合那种 我平时的休闲运动的搭配 而且也是很多的背法 背上肩也不会觉得很累 这个打开方式呢 是这个H中间这要杠 里面是有两档的夹层 里面这个皮质是非常的软滑软嫩 所以说就是新包里面放东西 我都会给它放一个小的防尘袋子 或者是包包的内袋 里面呢一共有两档 后面的这个稍微会宽一些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容量 首先呢就是手机 放进去也是毫无压力 然后卡包 卡包就给它放前面的小夹层 口红 女生必备补妆的粉饼 另外还有钥匙 放这些进去完全OK 而且盒上也是很轻松 没有觉得很撑这个包 然后像我呢平时手机是不爱往包里放的 我都会放一个充电宝 这充电宝要比手机还厚 要更大一些 放进去也是OK 对于一个这么小size的包 我觉得方胖子和他做的都是很让人满意的 并且自重很轻 相对于Burkin和Kelly 我觉得康康的自重这方面还是强很多 之前我在吐槽包包那期视频 不是有吐槽过Celine Box吗 Box和Consens其实还蛮像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两个相比较自重 Box会更重一些 而且也要比康康更加厚实 之前我不是吐槽过Box这个开口设计 是没有办法单手操控的 一定要一个手压着 然后一个手给他拿起来 那康康呢单手操作 就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也要比Box多一种背法 它呢一共就是有三种背法 一个呢就是给这个袋子放开 作为一个斜胯包 说白了就是和刚才的那个小香方胖的 没什么区别 我是1米68的格子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然后第二种背法呢就是这样斜胯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商务嘛 然后第三种背法呢直接把两个袋子拿起来 我觉得两个袋子这样重合还挺美的 腋下包这样的袋子就要比我刚才试的那个方胖子 要稍微长一些 因为它不用在里面绕一圈 而且我现在看网上很多人还会这样背 留一点点 然后给他用推力给他绑上 变成一个手拎的一个小的公文包 像这种黑色的包包说实在的 它一定是每一年利用率最高的包包 反正最近我就是独宠它一个 就是真的很好搭 不管你穿什么 背上它都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压轴的一个重磅来袭 大家猜猜它是什么呢 其实好像也不用猜了 我一定会把它放在封面上的 我还在这卖什么罐子 一起来拆箱吧 小心翼翼的 一只25的 其实单说这个size就特别让人着迷了 对吧 一个喜马拉雅的Birkin 其实我第一次拆它的时候超级激动 要比现在激动多了 这个是我爸爸送给我的一个新婚礼物 当我还在努力配货 为自己配一个土皮的25Birkin的时候 竟然收到了喜马拉雅的Birkin 而且还是25的 这种感觉真的超级复杂 就好像刚上小学就拿到大学毕业证一样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说的是有点反尔赛 但是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 就有一点得不配位的感觉 所以说呢我就打算把它好好放着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场合 尽可能的就不要使用它 那由于它的生产不易 又稀少珍贵 它的二级市场现在已经被炒到了过百万人民币了 所以说呢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理财产品 放在家里 那这只包包呢我拿在手里看它 真的要比我看图片啊包括可能视频中 真的好看太多了 让我们来详细的聊聊这个喜马拉雅 那它为什么叫喜马拉雅呢 这个东西呢不是它鳄鱼的一个品种 而是它的颜色 它叫喜马拉雅01号 它的颜色呢是从中间的白色 然后两边渐变的一个灰色的效果 特别的像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雪顶 所以说才叫这个名字 而它的鳄鱼品种呢是尼罗和鳄鱼 尼罗和鳄鱼皮的这个特点呢 好像就是鳞片好像稍微偏大一点 而且每片鳞片上都有一个气孔 大家能看到 灰色上面比较明显 尼罗和鳄呢也是大家口中的这个两点鳄鱼 它在logo旁边会有一个两个小点的这个标注 就是两点鳄鱼 也就是意味这个包包鳄鱼皮的一个品种呢 爱马仕它还有倒V鳄鱼 还有那个小方块的鳄鱼 喜马拉雅的logo呢是一个刚硬的logo 不像是我们平时普通会看到那些烫金或者是烫银 每个字母都是那种凹陷下去的 喜马拉雅的学名呢叫NATRA 也就是自然的意思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样读啊 我把拼写放在这边 也就是为了将鳄鱼皮做到最原本的颜色 这就需要用到非常高难度的一个特殊工艺 把它还原到最初的颜色 这些鳄鱼皮真的需要高度白化 好像要褪色21次 而且每一次都不能有一丢丢的瑕疵 那相比其他那种鳄鱼皮染色的工艺 当然要难很多 而且爱马仕的鳄鱼呢都是单独来养的 可能是怕它们打架把身上刮伤 所以说这整个一系列的人工 精力 难易程度 稀有程度 再加上爱马仕的这个品牌价值 That's why这个包包可以称为包中之王 物以稀为贵嘛 然后最后呢再聊一下它的size 它的大小呢是25 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 就爱马仕的Burking是有分2025 303540 它这个数字呢就表示包包的这个宽度 以厘米为单位 之前有给大家做过30Burking的开箱 那那个大小呢 大家可以放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那个大小其实在我这个身高1米68来说 包括我这个体格 我觉得30是更没有违和感的 那像25对我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小 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喜欢小包 我就是喜欢那种小小的 我觉得非常可爱 像现在这个小包盛行的年代 越小的包越值钱 所以说在装柜拿包呢 起码是我了解的温哥华 越小的包呢可能越难拿 甚至你可能要多累积消费一些东西 等的时间也会稍微久一些 但是25说实话 真的算是我最理想的尺寸了 再说一下它的容量 Burking的容量非常可观 看看来比大家单看外形 就要比它宽长很多 所以说像是那些女生的必备品 你就把18色的大眼影盘 放在里面都毫无压力 包括那时候我用30的Burking 我都有放什么文件夹呀 小电脑 iPad什么都没有问题 肉眼可见的这个容量 所以说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也不太舍得把刚刚那些东西往里试 Burking凯利 当然是除了mini凯利 都是算是非常能装的包 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放很多东西 成不成只有自己知道 一会儿我还会把这些东西 小心翼翼的再给它套上 暂且做一个沉睡在盒子里的小美人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一共就四样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我最短的一期视频了 但应该也是我最贵的一期视频 因为我想了很久 是把它放在近期购物分享啊 还是和上期的那个淘宝开箱一起做 但我就觉得好像其他东西 都不配合它一起share一个这个视频 但是要是单独它一个呢 可能又没有那么多东西 有点太糊弄大家了 所以说这四样一起开箱 希望大家还喜欢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期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